毫不意外,《堡垒之夜》和《乐高》就像一对积木一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将《乐高》积木的创意建造与《堡垒之夜》的岛屿游乐场相结合 打造出了一个浅显易懂但人具有一定深度的生存游戏 像游戏简化了同类游戏中常见的一些繁琐要素 但《乐高》《堡垒之夜》同样也给人一种抢先体验版的感觉 开发商Epic Games在未来肯定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但现阶段的《乐高》《堡垒之夜》可能会给人一种内容很有趣 但是不够丰富的感觉 如果各位熟悉《我的世界》或《英灵神殿》之类的生存游戏 那肯定不会对这款《堡垒之夜》衍生的同类型作品感到陌生 因为它并没有选择自离门户 而是使用了经过充分验证的设计蓝图 玩家被置于一个程序生成的岛屿上 而该岛屿也毫不意外地包含在了《堡垒之夜》更大的时间循环世界观内 玩家需要收集食物和其他资源以维持生存 在获得不同的材料后 玩家可以制作工具和武器以抵御致命的生物 随后收集更好的材料 制作更好的工具和武器 寻找更致命的生物和更稀有的材料 这可以说是生存游戏中一种非常常见的设计了 而《乐高堡垒之夜》也并未对这套设计做过多更改 与其重新定义生存游戏 本作的重点在于通过提供众多NPC角色 来减少玩家的重复操作 虽然许多生存游戏都带有多人合作的功能 但《乐高堡垒之夜》却将合作视为其核心 玩家可以与最多7名同伴一起组队 而即使你是独自一人游玩 周围也会有NPC来减轻很大一份压力 这种改变使《乐高堡垒之夜》 在减轻玩家负担的同时 还保持了生存游戏的特点 虽说NPC确实能够减少 此类游戏普遍存在的重复操作内容 但这也不代表《乐高堡垒之夜》的重复内容会少多少 从每次新游戏开始 其他角色都会围绕着你 给你提供教程信息和帮助 玩家不用到处挖三填一 建造火柴盒来生存 在这个小游戏中 你可以建造一个小镇广场 将该位置打造成一个村庄 游客会在你的村庄里自由进出 并抵御任何来犯的敌人 而身上10个村庄等级后 你还可以吸引其中一些人成为永久居民 这基本上是从一开始 就为玩家提供了一部分劳动力 而且你可以指派NPC 去寻找材料或在不同的工作台上工作 定期为你提供免费资源 这就像一直有其他玩家在身边帮助你一样 让你能摆脱工作台的束缚 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做其他更具吸引力的事 NPC的协助使得玩家能更容易享受到乐高堡垒之夜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也就是走出家门寻找资源来优化你的装备 堡垒之夜的其他模式在这里给游戏添加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例如带有电闪雷鸣的大逃杀模式将会迫使你前往庇护所 而随机出现的羊驼和空头补给能给你提供一些额外资源 在云朵上的裂缝会生成小型舞蹈派对 玩家可以使用堡垒之夜的表情加入其中 除此之外 乐高堡垒之夜就没有太多内容了 只有一些有辨识度的皮肤让人知道这是堡垒之夜的一个衍生游戏 但这些额外内容仍然为游戏世界带来了更多趣味 并打开了未来可能性的大门 本作的战斗风格与《我的世界》或《英灵神殿》类似 玩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用剑挥砍敌人 用盾牌防御攻击并通过闪避来灵活躲避敌人的攻击 乐高堡垒之夜同样在这一点上利用NPC降低了玩家的压力 你可以招募任何友好角色与你一起探索 这可以大大提高你在战斗中的胜算 如果NPC死了 他们几秒钟之后就会复活 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 出门时带上一个AI伙伴 能在保持冒险感的同时大幅降低丢失物品的风险 如果角色还是不幸死亡 乐高堡垒之夜就和同类游戏一样 携带的物品将掉落在角色死亡的地点 你必须重整旗鼓去将其取回 即使你只有一个人 取回掉落物也没有什么难度 因为乐高堡垒之夜的地图虽然给人感觉很大 但还不至于大到没边 可以提高生命力 防御力或增强机动性的特殊装备 如极其有用的滑翔伞 并不会在角色死亡后掉落 这意味着你复活后不会完全陷入无助 所有这些都为乐高堡垒之夜 贯穿始终的休闲氛围做出了贡献 这个世界仍然具有挑战性 但它们从来不会让玩家对死亡感到畏惧 或是在战斗中失利后产生挫败感 然而我越是花时间去探索这个世界 就越容易发现游戏目前内容的缺乏 除了提高科技数和升级村庄之外 玩家基本上就没有别的目标了 通常情况下 你需要在一个生物群系中完全升级你的装备 才能拥有让你在下一个生物群系中得以存活的工具 游戏主要有三个生物群系 草原 一个叫做干涸谷的沙漠 和被称为双冻之地的雪山 这三个地方各具特色 但除了下一种要砍伐的树木或开采的矿石之外 里面几乎没有其他可供探索的东西了 即使你进入了他们深邃 还有些阴森的洞穴中也是如此 乐高堡垒之夜缺乏像英灵神殿那样高风险和害人的冒险 也没有像禁闭求生或森林之子中 有独特的故事或隐藏的神秘事件 驱使你去寻找答案 这是一个很酷的世界 只是目前还太过空旷 乐高堡垒之夜在建筑方面则充分吸收了乐高的基因 这也是本作与众不同的另一个主要方面 与其他生存游戏一样 玩家需要不断收集新材料并解锁不同的建筑部件 以建造房屋 城墙和瞭望塔等建筑 玩家可以通过自由组装乐高积木来进行建造 但也可以随着推进逐步解锁的蓝图预设结构来进行搭建 这些蓝图让你只需要找到合适的材料 就能创建出精心设计 外观整洁的建筑 无论你水平如何 都可以建造出美观且功能齐全的村庄 蓝图是乐高堡垒之夜 减轻传统生存游戏中一些繁琐元素的另一项设计 它给玩家提供了利用更少的时间建造美观住所的机会 此外游戏中还有一个创造模式 这个模式下将摒弃生存要素 专注于自由建造 蓝图和自由建造的结合给游戏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玩家可以将一系列精心制作的预设结构作为创意的起点 既可以畅快地发挥创造力 又可以轻松地建造出美丽的定居点 这是乐高堡垒之夜的优势之一 但同样在建造方面它也略显单薄 除了用于建筑的部件外 你还可以通过组合特殊的基座 车轮和气球来制作交通工具 总体来说还是挺有趣的 这个系统提供了与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相似的建造自由 或许在未来它推出更多内容时 也会和前者一样更加有趣 玩家可以制作陆地车辆和配备火箭推进器热气球 但在再具方面只有零星几个部件可供使用 虽然有玩家已经找到了一些创造性的解决方法 但当前这个系统确实过于简陋 乐高堡垒之夜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进一步与其他生存游戏区分开来 但在内容得到丰富完善之前 各位也只能近代Epic Games的后续更新了 乐高堡垒之夜以合作为重点 无论是与朋友还是NPC合作 与同类型的其他更加专业的游戏相比 它的轻松氛围使其成为入坑生存游戏的绝佳起点 解锁科技术和发展村庄的重复过程 也许会变得非常有趣 但就目前的状态来看 它更像是一个扎实的地基 而不是一款完整的游戏 尽管乐高的建造元素和自定义交通工具的想法 为乐高堡垒之夜带来了潜力 但在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之前 还需要添加更多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